电影《无问西东》是哪所大学的百年孝庆县礼片 澄华大学 回答正确 骨髓扁桃体蓝尾都属于人体九大系统中的哪一个 内分泌 回答错误答案是哪一系统 放牛班的春天是哪个国家的电影 大国 回答正确 全国中小学生第三套广播体操是叫武动青春吗 是 回答正确 联保健操第一解释几岸精明学吗 不是 回答正确 高考是从哪一年开始恢复的 1977 回答正确 楚道南中右闻子规 其夜月中的子规是指復古鸟吗 否 回答错误 长青藤联盟是指哪个国家的高校联盟 内国 回答正确 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是在韩国成立的吗 是 回答正确 刘浩然就逗于哪所大学 中系 回答正确 双方打平 但是很遗憾地宣布王老师 虽然也很厉害 答对了四道题 但还是 即时开始 现在请文涛听题 马思诚和周东宇是同伴同学吗 不是不是 回答正确 艺夫楼的捐赠者邵艺夫从事的是建筑行业吗 不是 回答正确 文涛听题 春水体和繁星体是对我国哪位女作家的赞誉 听心 回答正确 先天下之幽儿幽后天下之乐儿乐出自哪位北宋思想家 范中烟 回答正确 人称 婉约慈宗的是宋代哪位著名女词人 母亲照 回答正确 在二十四节期中 哪个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 夏日 回答正确 问单词hot 除了表示热的意思外 还指哪种味觉 辣 回答正确 中国面积最大的身份是什么 新疆 回答正确 山谷再高有先则名的下一句是什么 水不在 水不在深 这边有荣德林 回答正确 话剧《暗恋桃花源》的导演是谁 张一白 回答错误 这一打是奈生川 拦住了 双方赛点再次没有通过 我们回到刚刚的位置 常队 滚头赛点 赛点终结者 好 三二一 计时开始 请问挑听题 世界上最早提到分数问题的是 我国古代数学专注九张算书吗 是 回答正确 王老请一提 任意大于二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之核是哪个著名的数学猜想 这些答案是哥德巴赫猜想 文涛请听题 请说出我国的四个直辖市 水晶上海 重庆 天津 回答正确 中国第一所大学叫北京大学堂吗 不是 回答正确 水蒸汽变成冰的过程叫什么 尼用华 回答正确 哲学家庄子因为梦到自己变成什么而引发哲学思考 古典 回答正确 牵体在水中产生的弯曲是由于光的哪种作用 周射 回答正确 王二级阶级 硬度最大 常被用于制作手机电池的是哪种情绪 比 回答正确 游戏卡牌三博杀最早是由哪所学校的学生发明到 北游 回答错误 请问长春团联盟一共有几所高校 有锁 回答错误是八锁 这轮依旧是短队胜利 所以说常队依旧没有挑战赛点成功 我和汉中现在想把五条直接送到三十号球 来 回到刚刚的位置 热心肠 咱东北人都活累 是第十八格对不对 好 现在扔骰子方是短队 来 短队 文涛别扔了 文涛学习 文涛 文涛一晚还得出赛点 文涛累着 文涛人家有更大的事要忙 对 我们这种小事让我们来操心就可以了